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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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到了 我说过的 那 现在 你是不是该履行你的诺言了 恭喜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买给你 你别跟我装傻 你知道的 我要你做我男朋友 莲莲 喝过酒的醉话 你该不会当真了吧 什么 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朋友 你只能是朋友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告诉我 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 你撒谎 亲爱的啊 这位 是我的女朋友刘颖 别这么对我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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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好笑是你也在哪里与我相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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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盈老师 盈盈老师 快点 盈盈老师 盈盈老师 请说一下吧 不等就说盈盈老师不感受 有什么打算吗 回答一下吧 盈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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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这里盈盈老师 我们只能有时间了 说说您的感受吧 说一下吧 盈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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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边盈盈老师 盈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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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 Wen 不是 你谁啊 你是那个歌手颜宁吧 不是 不是 你别哭啊 来 擦擦 没事 你带的事 我帮你把替车引开 是顾寒老师 顾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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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可以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好 您觉得这届金曲奖 古兰地的空卫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唱功很棒啊 空卫值得拿奖 您有听说过 颜宁和童影星不合的传闻吗 我不太关注这个问题 你是否是爱着一个人 哪有 你怎么在哪里 泰原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贵人 他 总讨论他 你的贵人 你要是拿到了金曲奖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想要什么都可以 就算是天上的月亮 我也给你摘下来 真的什么都可以 当然了 那 我要你做我男朋友呢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睁开眼 你再也不会为他难过了 严娘 你做完心理治疗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好极了 那你还记得 那个人吗 沈志舟 当然记得 我只是清除了对他的情感 又不是记忆 哦 那就好 看来这个爱情清除催眠治疗 还是挺有用的吧 那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是拍广告 还是说出个新专辑啊 我要谈恋爱 什么 治疗师说了 想要彻底忘记过去 就要开始一段新的爱情 可你是个艺人啊 哪里方便谈恋爱啊 我觉得 喂 风哥 有个事跟你说 童雨昕腿受伤了 什么 童雨昕 他本来要参加一档 沈志舟的节目叫完美心动 马上要开拍了 我想严谨去顶替 你问他行不行 给我个回复 哦 好好 那风哥我问他一下 怎么了 风哥说有一档沈志舟的节目 叫完美心动 完美心动 热烈庆祝 我们美貌与智慧病重的沈党 即将开拍新项目 老大 晚上咱们去哪庆祝啊 要不要叫上颜宁去 你很闲是不是 三十分钟之后 我约了嘉宾见面 去准备一下 上 上 上 顾涵 你能不能准备准备 这可是沈志舟做的综艺 那可是圈内赫赫有名的人物 你要但凡能上他的电子 我现在挺好的 而且我不喜欢演戏 我跟你说这个综艺 你必须得给我上 而且得好好表现 跟沈志舟搞好关系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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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啊 小什么姑 在外面我是你经纪人 喊我钱姐 行行 钱姐 你把手机还我行吗 我这把游戏马上就赢了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这个自我形象管理是怎么回事 人设呢 人设呢 你现在是忧郁王子 禁欲男神 好好看赛花 完美心动 这不就是有脚本的恋爱综艺吗 这是一档完全真实的爱情交友节目 沈导 我们顾寒年龄合适 也该找个女朋友了 完全符合节目要求 对吧 我不想谈恋爱 而且这里的女嘉编 没有我喜欢的类型 算了吧 布老师 沈导 我去这边 布老师 布老师 咱们再聊聊吧 布老师 布老师 咱们再聊聊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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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原定的女嘉宾童雨昕 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来不了节目 以后由我代替她 你好 我是节目的男嘉宾顾涵 你好 女嘉宾 天宾 完美心动呢 是一档绝对真实的爱情交友节目 目的是响应国家政策 帮各位找到真正的幸福归宿 可彼此都不认识 完全没感觉怎么办 没试过 怎么就知道没感觉呢 太对了 我们节目啊 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 还有一个尝试的机会 是吧 老大 妍妍 你确定要参加吗 当然了 呃 在大家确定合作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条件 顾涵 妍妍 请问你们现在都是单身吗 是 那你们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确定 确定 天宁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不应该拿自己开玩笑 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为什么要退出啊 你连恋爱都没谈过 你怎么上这个节目啊 所以你以为我来这个节目 是为了你啊 别自作多情了 别自作多情了 你现在在我看来 跟一盘菜没什么区别 天宁 沈志舟 听好了 我要追顾涵 首先感谢沈岛 给我们远风娱乐 这个合作的机会 今天晚上我请客 大家都别拘着 来 我们碰个杯 谢谢沈岛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远宁 你不能喝酒 喝点水就行了 少喝点就行 意思一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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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个微信吧 顾涵 好啊 我没看错吧 幽郁王子竟然同意别人加微信 我先看一下你朋友圈 我们顾涵特别敬业 既然大家一起录节目 当然要搞好关系啊 我们远宁更是 我跟你讲 我们远宁人特好 回头咱们合作起来 我知道了 我们顾涵也是很好合作的 多多照顾 多多照顾 来来来 老大 不如你也和严宁姐喝一杯 真是十年了 你们还是第一次合作吧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认识 我们是发小 我把她当闺蜜 她把我当哥们 今后多多指教啊 朋友 多多指教 这么小啊 上次谢谢你啊 嘘 你说出去拆穿我人设 那你应该也不会告诉别人 我在你车上哭过吧 放心吧 这是咱俩的秘密 什么 爱情清楚 这是一种心理催眠治疗 能消除严宁对你所有的好感 她呀 这回是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了 也好 以后你就不用再觉得尴尬了 既然她对顾涵有好感 你就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帮帮她吧 拜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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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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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此 刘洋上次的事情 谢谢你 你费这么大劲来找我演你的女朋友 我会就为了拒绝演您吧 我看得出来 你明明就很喜欢她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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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涉及到我隐私吧 你知道的 现在在规范演艺人员从业自律问题 我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所以 还请你如实回答 说吧 你分别是在几岁谈恋爱 初恋是在什么时候 又为什么分手 没谈过恋爱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颜宁那种 你喜欢颜宁 爱你呢 我 沈总 你这测谎仪是不是坏了 我还没问的就红了 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啊 那就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她 不是 你的喜欢会不会草率了一点 沈总 是你说要搞一个真实的恋爱综艺 让嘉宾找到真正的爱情 对吧 那我觉得 我现在找到了 沈总 你去帮帮忙吧 我的爱情啊 就靠你了 顾涵和老大 都是换卷 换卷 老板 你为什么换掉我的节目啊 童雨昕 你腿都伤成这样了 这还怎么上节目啊 主持管去相亲啊 那个是沈直周 他是天才导演 拍的每档节目都爆火 而且 他还是沈成风的儿子 老板 你知道我有多想转型拍电影吧 我不管 就算是当飞行嘉宾 我也要去参加那个节目 你先把伤痒好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老板你别走嘛 那老板 那我去探班总行了吧 老板 下回吧 老板你别走啊 老板 延宁作为我的同胆师姐 就算我伤了脚 也要来给她的新节目捧场 延宁一直以高冷女神著称 这次却上了恋爱综艺 你知道她过去有什么感情经历吗 呃 她的感情经历挺复杂的 我好像听说她最近刚失恋 呃 这个 是可以说的吗 不如展开说说 对不起 录制现场谢绝采访 真的不可以 不好意思啊 秦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探班啊 诶 神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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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我来两期嘛 当飞行嘉宾也行啊 你这腿伤怎么拍啊 这很快就会好了嘛 或者你就只拍我的上半身 反正我的脸已经够好看了 行不行嘛 神导 神导 诶 好 各位朋友们注意 准备开拍 欢迎收看完美心动 倡导婚孕新风 建设幸福家庭 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为了初次的约会 三位男嘉宾都准备了一份 与约会有关的礼物 请女嘉宾们 选择自己新衣的礼物吧 由商餐去 准备了一份 我让你们看过干锋 你骗到了 对吧 你骗到了 安顶用 你骗到了 要没有 潰到 我骗到了 您立刻 你骗到了 空间 你骗了 我骗到了 就是這個 好 不是 你 顧寒 不要辜負他 放心吧 放心吧 好 請各位女嘉賓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 六位嘉賓已經進行了初次配對 不知道第一次約會 能否讓他們找到真愛呢 好 看 沈大 可以啊 配對成功了 要不 下場再幫幫我 沈大 你就再幫幫我嘛 顏妮喜歡什麼 你給我透露透露唄 再說點 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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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了? 我们去羽毛球馆打球吧。 呃, 怎么, 怎么是打羽毛球啊? 哎, 走了! 呃, 那个, 今天天台晚了, 我还有作业没写呢。 下次吧。 哦, 好吧。 嗯。 打羽毛球啊。 嗯, 下次吧。 我还没帮他们解完题呢? 沈志舟, 我们去那边等你。 哦, 好。 我先过去了。 沈泉中 打羽毛球吧 下次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燕宁 哎 哎 哎 燕宁 你干嘛丢啊 沈泉中根本就不想跟我打羽毛球 你别灰心 要不你换个理由 反正你只是想跟他约会 然后表白而已啊 那 我换什么理由啊 嗯 你就约他去 打乒乓球 乒乓 算了 别难过了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 愿意无条件地 陪你去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 真的啊 嗯 怎么了 没事 你会打羽毛球吗 会一点 打得不好 行 那我一会儿让着你点啊 好啊 我还打得可真好 我明天宁打得也很好啊 哼 都好都好 哎 哦 怎么样 没事 哎 我就是打羽毛球吗 老大肯定打得更好 你 爹娘等我學會了羽毛球 一定好好比你打一場 來吧 嗯 哈哈發球都不行會不會打呀 好 沒事吧 没事 继续玩吧 我给你揉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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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好看 跟我爸 喝点水 这个时候我应该说什么 既然是约会 是不是应该主动的 该怎么做呢 严妮 你的鞋带开了 我给你系上 不如 给他猜汗吧 严妮 你晚上有时间吗 有 前面有规定 禁止嘉宾私下见面 对 师兄你不是说好帮我的吗 涵哥 涵哥 那个 前姐来电话了 我接个电话啊 嗯 严妮 今天的 约会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啊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就更好了 严妮 严妮 怎么了 来来来 怎么了 出事了 不知道是谁拍了你和童雨昕的照片 说你和她发生矛盾 还把她推倒在地 现在说网上都在传 说你霸凌同门师妹 都上热搜了 这可怎么办呀 来了好多童雨昕的粉丝 你们快走 走走 走 你要是想说谢谢什么的 那就太见外了 用不着 我 谁要感谢你啊 我是想说 太臭了 要不你上去处理一下 可以吗 那去不去 站住 怎么了 你干嘛 我去上班上坐会儿啊 不行 你太臭了 你去那边 我 你去那边 往后腿 腿 再腿再腿 别动啊 我 我 自己碰吧 拿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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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谢谢啊 有什么好谢的 沙发都不让坐 我能让你进来就不错了 收拾好了就走吧 行 那你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童雨昕摆明了不想帮你成亲 要我看 这次的事情说不定都是她安排的 她这个人嘴巴是毒了点 但她信不会 不至于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帮着她说话 她要是能帮你 我就为名字倒着些 严妮 严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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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说几句吗 严妮老师您真的算空心吗 请您回答一下吧 严妮老师 严妮老师您真的算空心吗 请您回答一下吧 严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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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的 沈迟针 之前我想参加完美心动 她死活不同意 现在为了你 她竟然让我去当飞行嘉宾 还让我参加下一个节目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她这么重视你 是不是私下送礼了 我们是朋友 朋友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 彭老师 这是我们严您的隐私 你就不用问了吧 我才不感兴趣呢 温秋 你 老大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说 好消息呢 就是严宁被黑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童雨昕出面澄清 舆论好转 咱们的节目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坏消息呢 坏消息就是你爸 打不通你电话 又联系到我这儿了 他让你今天 务必回去一趟 就说我很忙 没时间 老大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最近一直在回避神岛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 和神岛好好聊聊 爸 颜宁为什么出现在你节目里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拒绝他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呢 别紧张 我是不会干涉你的工作的 他要是能在你节目里找到真爱 那就更好了 但是执州啊 你要记住 你答应过我什么 爸 你不能让我进了这个圈子 又不让我在这个圈子里交朋友吧 我不是不让你交朋友 我是不让你交这圈子里的女朋友 你不让我走 执州啊 你有天赋 天生是做导演的料子 你以后的成就 一定会比爸爸高的 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再受伤害 我有我的判断 颜宁他不会像是 执州 别跟我提那个人 可他毕竟是我妈 是 他是你妈 但是他抛弃了你 背叛了我 你记住 绝对不能在圈子里找女朋友 无论他是谁 你 我 你 你 你 什么 我 我 有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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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成为最厉害的歌手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歌 那我就做最厉害的导演 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的作品 等将来 你要是能拿到金曲奖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就算是天上的月亮 我也给你摘下来 那我要你做我男朋友呢 严宁 恭喜你获得了金曲奖 还有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做我女朋友吧 做我女朋友 如果你不想让严宁丢了明天的金曲奖 就不要去表白 你们永远不能在一起 沈志忠 你怎么来了 你不也在这儿吗 这里感觉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谢谢娘 童雨昕和我说了你帮我的事情 我们还是朋友吧 年宁 对不起 你确实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金曲奖那天我可恨死你了 我喜欢了你十年 不过没关系 我想通了 你不喜欢我也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因此觉得亏欠 或者是尴尬 我们忘掉过去吧 做回彼此最坦诚的朋友 那我先敬你吧 好朋友 加油啊 你不要忘记我们五年前说过的话 我呢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 你 要成为最厉害的导演 我会一直守护你 一直守护我们的梦想 一周表白两周接吻三周磨合 叶宁 你这是在看什么呀 我在制定攻略顾寒恋爱计划 争取尽快跟顾寒拉近距离 过去十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犹豫就会失败 守住戴兔不一定会有兔子 所以要抓住机会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怎么不着急啊 我要赶紧谈恋 哎呦 追我的人太多了 我可真是要烦死了 哎 小雪 有严宁的礼物吗 她整天冷冰冰的 哪有男人敢追她 男人当然都喜欢我这种 可爱的女人 小雪 把礼物打开 看看都有什么 可爱 欢迎来到完美心动 今天各位嘉宾将继续进行 一对一约会 顾寒和严宁再一次选择了对方 今天的约会由严宁发起 不知道她会为顾寒准备 什么样的浪漫惊喜呢 好 来 快 坐 坐 好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什么惊喜啊 你先别看 好好好 这是你亲自做的啊 对啊 都是我亲自做的 看着不错啊 看着不错啊 你尝尝 好 怎么样 好吃吗 好 好吃 真的啊 那你多吃点 好好好 拍照吧 好啊 好啊 一二三 怎么样 我给你拍一张 好呀 来 准备好啊 不愧是高楼女神 怪不得人家老说你黑脸装高冷 你这比我还僵啊 我 我 你可爱一点 笑一下 我不太会拍那些可爱的照片 你笑一下就挺可爱的 要不 要不 露齿笑 你可以加紧小动作 比如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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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试试吧 我试一下 做这样挺好的 好吃住 笑一下 你觉得可爱吗 我觉得挺可爱的 再来一张 来 这样 可以 收点下巴 单只眼 对 就这样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你真的觉得我这张可爱吗 可爱啊 我最喜欢你这个表情啊 我走了 别啊 再拍一张 最后一张 来 稍微笑一个吗 喂 干嘛 哎 你拍我头照 没有 绝对好看 我看一下 你看你 哎呀 你看 哎呦 你 看一下 有进步吗 不用进步啊 我觉得做真实的你挺好的 啊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不可爱呗 啊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在我眼里 你怎么样都挺可爱的 还剩最后一张照片要不 咱们俩合个照 好啊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哎 不会进到了吧 好 换 换厂了 换厂了 不函 跟我来一下 不是干嘛呀 你非得给我住在这么远处来说 什么重要的事啊 上车 哦 我不想杀 我警告你 在我的节目里 注意点尺度和分寸 这不是恋爱节目吗 那有些事儿它水到渠成 他自然就 你刚才亲他了吗 没亲上 你不是要撮合我俩吗 那你现在在这大呼小叫什么呢 不是 约会你得懂得循序渐进彼此尊重 你不能这么心急 那 要是下次严宁主动 我是不是就能 不能 你们才认识几天啊 你了解他吗 他可都是为了节目效果他这样的 可不像你这么轻浮 你得控制一下你自己 啊 不能随便 不能随便碰他 就 跑你一下下也不行 那 签个 不行 不行 那这样是不是也不行 滚 我们 我们 你们先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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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干嘛 你 不是 你 我 沈志正 你怎么来了 我想看一下下一期的录制流程 什么 还要加亲密桥段 咱们首播出去全网第一 严寒CP功不可没 投资商说了 要趁热打铁 多制造一些亲密接触 节目才有爆点 我只好重新准备了约会流程 你们研究研究 这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觉得挺好的 好什么好 光牵手就牵了六次 还什么抱起来转圈圈 这么苟且的桥段 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节目里呢 我们追求的是自然和真实 把这些桥段全删了 只要亲接合理就行了嘛 那不如干脆多加一点 观众看多了 说不定就觉得自然了 你还要加 我可以牺牲一下 献出我的银拼初吻 严妞 你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我不懂这些 谁说我不懂了 我 不就是恋爱吗 看了那么多书 还不是小财一碟 到时候 我就 你 你干嘛 你 你 你不是害羞了吧 这个恋爱书上教得果然有用啊 你 不 什么书 你们继续开会吧 我先走了 严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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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听我说 就算你想跟顾涵谈恋爱 你也不能这么心急 我为什么不能心急啊 我告诉你 下次拍摄 我就要跟顾涵表白 等着看吧你啊 走了 表白 表 表白 喝好吧 别生气了啊 沈桃 你干嘛 我有点忍不住了 忍不住什么 我到底哪一期能跟严妞表白啊 不是沈桃 我跟你说啊 我是真喜欢她 但我觉得她太保守 我怕吓到她 沈桃 你跟她认识时间最久 要不 你交我两张 这种事我帮不了你 你得自己解决 别啊沈桃 那咱俩都拉高了 都一言为定了 你别说话不算数啊 随便交两张 老大 现场有点事需要跟你沟通 沈桃 别忘了啊沈桃 沈桃 有点不好意思啊 顾寒哥哥 我想 严妞 这都快开拍了 怎么还不去补着 我补过了呀 哪有补过 你看你这脸上还没补呢 华庄 哎 不是你干嘛呀 严妞 我真应该把那些 乱七八糟的恋爱书 都给你扔了 还过寒哥哥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的血缘至亲 没几个男的是好的 你得有点防备心吧 你不是男的 我 我 我们认识十年的朋友了 那能一样吗 再说了 你也没叫过我哥哥呀 哦 原来你喜欢被叫哥哥啊 我 可是我又不想跟你谈恋爱 哎 行 就算你想表白 那也得缓缓嘛 哪能这么着急啊 你表过白吗 就算我没表过白 也比你有经验嘛 真好听啊 这是你写的新歌吗 对啊 爷娘 我 是不是巧克力 啊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 好多人送我巧克力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 这么多人送你巧克力 有没有你喜欢的人啊 我哪有心思想那些啊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一定要考上音乐学院 你也要好好努力啊 嗯 嗯 一起努力 嗯 嗯 嗯 只一寻迷移的流浪痕迹 最后是我化成一明星星 无声无声无声又荡在银河边 几却温暖不大 等刚好结束 都送你 都送给你 谢谢 你 恭喜你考虑那拳 也恭喜你 以後我們還是同學 哥哥指甲啊 哥哥指甲 其實我 我其實 我就說吧他們倆在這呢 你哥年年 我參加同學聚會跑車約會來啦 什麼時候啊 說說說說說說 啊 大學開學子表白吧 只一群 迷迷的流浪 迷 最後是我 化成一明星星 無聲無息 流浪在銀河邊 寂寄卻忘不當你 怎麼才能去擺脫你的引力 讓我著迷又讓我窒息 擾亂脫棋 時空飛行 渴望著流星 在我決定 怎麼才能去低下你的引力 每個溫度都完整整理 每個溫度都完整整理 乱下一切 吃地忘記 哪怕自己都 想我 怎麼才能去擺脫你的引力 讓我著迷又讓我窒息 讓路兒潮起 下一次 我一定找一個完美的時間 給你一個完美的告白 下墨浮雲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完美心動 今天是顧寒和顏寧的第三次約會 兩人相約來到戶外露營 並將在這裡度過一個浪漫的夜晚 不知道今天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否會開啟一個新的篇章呢 讓我們一起 拭目以待 是 這些都弄好了 好 來我幫你 好了你再去拿一條 啊 你慢點啊 嗯 下次拍攝 我要跟顧寒表白 老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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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但是 他们俩是不是发展也太快了 你得控制一下你自己 不能随便碰他 老大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坐坐坐 坐 对不起啊 没事吧 刚才紧急情况 不好意思啊 没冒犯到你吧 没事 那我扶你起来 慢点 你 你还行吗 可能是扭伤了 不太合适 这 合适吗 我 什么鬼 书上不是这么说的呀 我刚好带了药 我还以为用不上呢 给 你让我自己喷啊 合适吗 好吧 别动 我提到你了吗 要不我再跟你让点 别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们这不会是要接吻吧 停 别怕 什么回事 你过来 小光 去看一下 严宁呢 严宁 找到了吗 没有 他们能去哪儿啊 去去分头找 书上说 女孩应该矜持 欲擒故宗 但是我不擅长那些 所以我想问你 顾涵 你讨厌我吗 肯定不讨厌啊 你喜欢我吗 喜欢 从你第一次拉开我车门的那一刻 我就喜欢你了 严宁 我参加节目 也是因为你才决定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人设有点假 但我发誓 我对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 所以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的意思是 做我真正的女朋友 不行 你 不是 凭什么不行啊 你干嘛 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 嘉宾在节目录制期间 不可以私下谈恋爱 而且节目才录制一半 你们怎么可以私自跑出来呢 马上跟我回去 那 不 这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继续拍摄 顾晗跟你表白了 天哪 你答应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就被沈志舟给打断了 爷娘 你不觉得 你和顾晗发展得太快了吗 快 这就是高效率恋爱啊 如果没有沈志舟捣乱 拥抱出稳一条龙 我已经完成了 你这不是恋爱 是完成KPI 这样不好吗 爷娘 你这么着急 不会是因为沈志舟吧 其实你今天不见了 她特别紧张 我看得出来 她很在意你 反正现在啊 我只想尝试着 能跟顾晗真的走到一起 老大 你这是何苦呢 你懂什么 我什么都懂 老大 每次拍摄你都这么痛苦 何必呢 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 她和别人谈恋爱 我知道 有些 特殊的感情 她 她注定会遭遇很多困难 和遇到很多反对 但逃避和压抑解决不了问题啊 既然爱了 就要勇敢去爱 批一把才能创造奇迹 你觉得 我们还会有奇迹吗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呢 想说什么就说 想做什么就做吧 我支持你 摔了吗 摔了吗 我有话和你说 沈志忠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老是妨碍我跟顾晗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要跟他告白 你应该撮合我们呀 我看到你们约会 牵手 告白 我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你又不喜欢我 叶宁 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可是我不想再装下去了 这节目我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沈志忠 你有病吧 我喜欢你十年 你拒绝我 现在我终于走出来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你又跟我告白 我以为拒绝你是为了你好 我没有想到会给你带来伤害 我以为只要你幸福就够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失去你 叶宁 我错了 晚了 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 这边清理一下 还有这些 soup 老大 昨晚没有休息好吧 没事 你先去忙吧 行 妮姐 你看今天的妆可以吗 严妞 严妞 问你呢 看一下妆行不行 可以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在家经常做饭吗 还好 煮方便面多一点 吃一遍 嗯 哼 哼 哼 怎么了 严妞 我想 咖 咖 化妆不装 好 嗯 顾涵 我告诉你 我都知道了 你和严妞 竟然在拍摄途中 单独溜走 这被媒体拍到了怎么办 上节目是一回事 真谈恋爱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警告你 你别逼我啊 不然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什么都做得出来 那你给我做一份量半无骨鸡爪 我看你像个鸡爪 我告诉你啊 不要和严妞私底下接触 你们的CP现在正火 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呢 对啊 对啊 我们现在CP中火呢 你又想干嘛 呃 王总 呃 王总 我们小组会议 不商量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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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寒电话 嗯 喂 顾寒 喂 燕妮 那个 咱们现在CP这么火 你又没有兴趣一起发歌啊 一起发歌 对啊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行 那咱们回头细聊啊 好 嗯 拜拜 拜拜 小姑 菜股团和鸭掌 发歌 发什么歌啊 他是觉得 我们现在热度正好 可以一起创作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雅妮 你确定要和顾寒在一起吗 我觉得他蛮好啊 而且 目前应该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吧 合适 我觉得吧 不能为了恋爱而恋爱 你靠近他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 小鹿乱正的感觉啊 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啊 你要是抱着他 就跟抱着一棵大树一样 毫无感觉 这还算什么恋爱啊 对不对 老板 我的腿真的好了 上新节目不会有影响的 我的新音乐音乐 什么时候拍啊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休息 但是吧 养伤这个事儿 真的不能接 不是 老板 我我好了 我我真的好了 你看 你看我是真的好了 你就别逞强了 等你好利索再找我吧 我先走了 老板 哎呀 没用的东西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顾涵 你是 童雨昕 这花是送给我的吧 呃 不是 这是送给严宁的 听说你跟严宁是塑料姐妹花 私下里你还总是怼她 都是同公司的 你以后对她尊重点 啊 她虽然是我师姐 但也是我的竞争对象 我就偏要跟她抬杠 明年金曲奖得奖的 一定是我童雨昕 哎等等 反留我 晚了 不是 把花花 不是 我 哎呀 不愧是金曲天后啊 给 你来了 谢谢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你笑什么 我这是半路出家的偶像派 给你这实力派根本就没法比 上面三根 然后失指 中指 这个骨汉跟我装高了 对严宁笑得就像个傻子一样 这一下啊 有好戏看了 有好戏看了 你们继续 我出去一下 三 二 三 一 三 严宁 我这和弦 还是按不太明白 要不你以后天天叫我 行啊 有什么地方不会的 我可以叫你啊 沈志舟 沈志舟 你怎么来了 我们大热CP要出合作单曲了 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节目组呢 你一个导演 你懂音乐吗 你一个导演 你懂音乐吗 你 notification 你的声音乐吗 这个音乐吗 школa 你 MIDI 这音乐 你就是唱歌 好了 你 jewels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够资格教你了吧 嗯 可是 走吧 我带你找个地方练一下 沈导 我们要创作歌曲 请你不要干涉 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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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回去 自己好好练一练 沈导 这么晚了 还没回去呢 爷娘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 沈导 我在这儿呢 就不麻烦你了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人被拍到了 怎么办 我觉得 你们俩被拍到了 更不好 对吧 爷娘 顾涵 那麻烦你送我回去吧 好啊 走 走了啊 沈导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那你先上去吧 我回去了 回头联系 要不上去坐一会儿 可以吗 你先随便坐啊 好 门 哇,好香啊 必须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在宿舍,打得出门,只能变成花样做泡面了 啊,没想到优异王子还满接地气的嘛 王子也是人啊,对吧 尝尝 怎么样 好吃 那你多吃点啊 哎,等等 怎么了 装过去 你靠近他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别动,抱一下 别动 是 眼妮 要不我們再一起吧 好嗎 誰啊 我我去看一下 好 眼妮 有事嗎 你們練琴累了吧 我給你們準備了宵夜 不用了 我沒有吃的 加個菜總行了吧 眼妮 這大碗上的 怎麼能吃泡麵呢 多麼營養 沈道 什麼意思啊 我放了這麼多配菜 怎麼就沒營養了 就算你加了再多配菜 那不還是泡麵嗎 我就愛吃泡麵 跟你有關系嗎 這次 我要先吃 飯 進去 就對了 你 顾涵 顾涵 要不你再帮我煮一碗 没问题啊 我接个电话 你跑哪儿去了 是不是去找严宁了 我马上到严宁家楼下 三分钟的也看不到你 我就上门逮你 就这点事啊 没问题 马上到啊 别着急 马上到 没事吧 我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 那我先走了 好 等一下 好 怎么了 围裙 路上注意安全 记得回去练我们的歌 好 一会联系 嗯 怎么了沈导 小叶送到了 吸引你了 你该回去了吧 啊 不是 这 这菜没吃了 你要是想吃可以带回去吃 那 你要是有个事 我没事 行 吃完早点休息 是吧 我就不知道 还是要去拿一下 快 快 嘛 快 不是 等等 不是说帮我追延宁吗 怎么一直搅和我们呢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喜欢延宁 是 就好情绪 也别再委屈 请告诉我 你有多热烈 多执念 放弃 就当说说而已 手疼了吧 这个怎么才能不疼呢 怎么样都会疼的 你想要学琴 这点苦还是要吃的 不过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东西 这个呀 前期还是可以用一下 等你后期练得多了 手磨出来剪子就好了 哪个手指最疼 这个 你刚刚手指的位置 好像不太对 我教你 来 手指立起来 靠近品重的位置 明白了吗 这个旋律很好听啊 你新写的吗 不过还没有填词呢 那不然这样 我来帮你填词 这样的话 这首歌就属于 我们两个人了 好啊 不是 不是 就 说 好 好 嗯 嗯 你要是抱着他 就跟抱着一棵大树一样 毫无感觉 这还算什么恋爱啊 对不对 怎么会没感觉呢 别谈了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你争取给我同意了吗 你知不知道我刚接了多少记者电话 小姑 你不是总说我不会营业吗 那我现在都会为自己炒CP了 这对我来说是质得飞跃啊 你现在是上升期 离一线就差一口气了 你这个时候传出什么绯闻 是要塌房的 以后怎么办 你别那么现实行不行 你什么事得往好的方向去想 哪里好 你告诉我哪里好 小姑 我以亲侄子的身份告诉你一件事 我爱上严宁了 我觉得我好像恋爱了 你 你 小姑 你 你少 少吃点 吃动了会出事的 我爱上严宁了 你爱上严宁了 我爱上严宁了 你爱上严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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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昨天抱的姿勢不错 好的好的 再见 后天就是你出道五周年的纪念日了 咱们得好好准备准备 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十大经典 吻戏 和谐 你看这个干嘛 我的出现让你失望了 我是今天的飞行嘉宾 作为你的好朋友参与拍摄 专门负责跟你谈心 以及帮你考验骨汗 没事啊 反正你就是个飞行嘉宾 我还有很多期可以参与 要不是我伤了脚 哪轮得到你在这得意 嗨 大家好 完美心动第六期第一场 三 二 一 开始 严宁师姐 你跟顾涵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 感觉怎么样 他很好啊 是个非常完美的恋爱对象 既然你们对彼此已经有了基本的印象 我这儿有一些问题要考验你们 同时答对一题 他就可以往这儿走两步 只有答对十题 他才可以坐到你身边哦 好 第一题 请说出对方的生辰八字 哟 答不上来啊 那我给你换一题吧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对方穿了什么样的鞋子 还打不上来啊 你们一起拍拍立得的时候 对方摆的第六个姿势是什么 那对方的出道时间是哪年哪月哪天的起点 哎 这题目也太变态了吧 这么下去 顾涵走到明天也到不了爷你身边啊 要的就是出人意料嘛 算了 我再给你换道题吧 等一下 这些问题是不是有点 刁钻了 能不能 换点简单点的 就是啊 这就算答出来了 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啊 我可不觉得刁钻 我觉得两个人要是相爱的话 这些问题肯定都能答上来 嗯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换个简单的题目 顾涵 只要这一题能答对 我立马就让你坐过来 行啊 我的生日是哪天 啊 你怎么连我的生日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的生日呢 因为我是延宁的师妹啊 你就没有想过了解我一下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了解你呢 下一题 说出彼此最讨厌吃的二十样食物 二十样 二十样 好 看 神道神道 咱们这个 题目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了 哦 是这样的 小光他们那个做的节目安排 也是节目看点 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 大家辛苦啊 燕妮 康哥 请你来电话了 等我再说啊 嗯 好 喂 小光 嗯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好 好啊 包在我身上 谢谢 你是老大的情敌 我可不能背叛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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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有点唐突 但是我需要确认一下 让我看清楚我自己的心 所以 来吧 嗯 怎么是你啊 不是 不是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 我叫的是顾寒 顾寒 不是 等一下 你约顾寒来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亲她 对啊 你 你就这么喜欢她 跟你有关系吗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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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了 许之主 你有病吧你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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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 你干什么呀 这不是那个明星吗 哎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啊 真是 咱们这冷和我饮她 快快快快快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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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别跑啊 别跑啊 怎么了 不要 走 我背你 来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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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女 男人 男 男 男 斗路 不要妨卧 行了 没追上 今天不是说公园清场了吗 这么大个公园 怎么可能清了过来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别过来 今天的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听到了吗 我先走了 我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消费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消费 您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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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爸 你下次来我家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不是 你什么态度 我是你爸 我不能来 我现在很累 没心情跟你吵架 等一下 我过来呢 有正事找你 你不是 一直想拍自己的电影吗 有个投资人 看上了你的剧本 很感兴趣 所以呢 我约他明天晚上 去咱家吃饭 你们认识一下 这个机会啊 很难得 好吧 好好把握 我 我 我 好 我 好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啊 咱们喝点好的 可以 可以 好 干吗去吧 爸 我有急事 我得走 你有什么急事 能比这事重要 过来 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林总 这位呢 是她女人 爸 我真有急事 你先好好睡一觉 一会儿 我给你煮点粥 不用了 你回去吧 不是 你这样 我怎么放心回去啊 走 去休息 就是低烧 我睡一觉就好了 回去吧 能行吗 有事儿 我给你打电话 有事儿 我给你打电话 那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啊 你有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好 你不是有钥匙吗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你又不肯去医院 特地过来看看你 不用你管 严妞 你走吧 不用管我 想要我走可以 你先把刷退了 我 咔咔咔咔咔咔 可以吗 相唱咫尺 不节目的电影 满足的人群 期待着放映素季的 追尘 死了吧 过了今天 也不会再添尽 雨淋的干净 拨开层层加密的心 虽然是你 别说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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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慢点啊 顾涵知道你生病了 连夜一个人 从外地赶回来看你 这要是被浅姐知道了 她可死定了 对了 我告诉你 这个粥可是她亲手做的呢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 我没事 只要你好好的 她怎么骂我都行 你要是喜欢喝 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沈志忠 你知不知道林总在圈子里什么地位 你还想不想拍电影了 是 我承认 这次见面 不光是为你的电影 我想让你跟林雅见一面 人家林雅 大家闺秀 名校海归 论人品 论相貌 论寒养 哪一点不比那个严宁强 你呢 你的寒养去哪儿了 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把这脸往哪儿放啊 我跟你说 你别再执迷不误了 好的 你说什么 我说 好的 你 严谨喜欢的不是我 我们两个人永远都不会在一起了 这下你满意了 感觉怎么样 我还行 三十六度一 总算退烧了 你坐着 我再给你倒杯水 你 要我说 你今天还是休息吧 没事 今天的拍摄我可以正常去 严宁 你煮粥了 我不是跟你说让你给我打电话吗 你怎么还自己煮上粥了 什么粥啊 那 这不在这儿呢吗 都糊了 你看你 我都说了我要留下来照顾你 你还非不让 自己在这儿煮什么粥啊 严宁 严宁 吃吧 热水 你病刚好 你注意休息啊 还有 小心着凉 等等 怎么了 顾涵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说 其实我 严宁 不好了 不好了 妍妍 你快看 高冷女神妍妍便劈腿女神 一邊和顧寒甜蜜約會 一邊對導演投懷送抱 清純形象徹底崩塌 妍妍 你和沈志舟之間 到底發生什麼了 這件事是個誤會 但她確實跟我表白了 什麼 你不會答應了吧 我沒有 嚴寒CP正大火 現在傳出你和沈志舟的緋聞 這對你的形象打擊太大了呀 這可怎麼辦呀 我可以幫忙 燕寧 只要現在我們一起宣布 我們已經正式戀愛了 謠言不攻自破 節目也會更火爆 顧寒 你得想好了 一旦官宣 你們兩個 如果這個時候了 沒什麼比顏寧更重要 我反對 顏寧 這可能是解決問題 最好的方法了 而且你不是一直都 顏寧 你不用擔心 我心甘情願的 邱文 麻煩你先出去一下 好 顧寒 顧寒 其實我早上就想跟你說 為什麼呀 我們倆在節目相處的不是挺好的嗎 而且你也跟我說過你的想法 現在只不過是提前確定關係了嗎 顧寒 你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戀愛對象 跟你在一起 不管是私下還是錄節目 我都很開心 我以為那種開心是喜歡 我也無數次嘗試過 想讓你走進我的心裡 讓我真的愛上你 但是我今天意識到 那種喜歡 不是愛 顧寒 顧寒 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太著急了 顏寧 我保證後面的節目 顧寒 我已經決定了 我會退出完美心動 對不起 我不會放棄的 我相信總有一天 你會為我動心的 我相信總有一天 你會為我動心的 是不是你幹的 沒有你的受益 娛樂記者根本不可能 發我的廢文 我已經跟你明確表示過了 顏寒根本就不喜歡我 你為什麼就不能放過他呢 因為你太在乎他了 你為了他連拍電影的機會 都不要了 我不能讓他毀了你 爸 我以後不會再被你左右了 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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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 沈大 您和顏寧的事情是真的嗎 您身為節目導演 怎麼能和女嘉賓在一起啊 他能參加完美心動這個節目 是因為有你的幫忙嗎 市長 齊林回答一下 我簡單地回答一下 大家的問題 我和顏寧並沒有私情 是我自己單方面糾纏的 我喜歡他 非常喜歡他 以至於 妒忌他和顧寒之間的感情 這次風波之後呢 我會引咎辭職 退出完美心動的情緒 謝謝 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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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目 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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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完美心動 他瘋了吧 這什麼情況啊 唉 真是好命 出了這兒有這麼多傻瓜 願意保護你 真的啊 這下是完了 對不起 您撥打的用戶暫時 唉 唉 嗯 痛 臭 不是我跟你說話 你聽見沒有 啊 你是不是瘋了 你再沒在乎你的前途 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出國 出國 就算是綜藝做不了 你可以跟我拍電影去啊 為什麼非要出國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我去給你拉錢 我給你拉投資 行了吧 你愛拍什麼拍什麼 我已經訂了明天的計票 不是 你怎麼就執迷不悟呢 不就是個女藝人 至於嗎 爸 執迷不悟的人 是你才對 他真的要走嗎 我也很意外 但是我也沒法勸他 你看 東西都收拾差不多了 老大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真的要出國嗎 再讀兩年書 再讀兩年書 工作室怎麼辦 交給小邝處理 什麼時候走 明天 念念 以後記得 三餐要規律 稍喝咖啡 不要熬夜 一定要幸福 左翼一張暴風雨 這段冷雨 墜落孤島深處 無自呼吸 白鳥如臨去 海水深思蜜 大夢裡 滿山土地 再見 黑色落地 我在雲底 等你 翻譯一場 無窄心 想把 越深越如你 越要忘記 越想你 沒留得住你 去陷落了自己 我墜落孤島 半生傷痕 給你我 給你我 解藥 大雨情好 你不懂 不養我 施入珍寶 在一瞬間 究竟 所有 心跳 哦 醉的驕傲 徘徊 衝動 遺憾衷 衝浪 衝浪 你真是離開我 無助可逃 做你的心 我都把你忘了 在愛里祈禱 不碎的腳 為什麼還是會難過 遺憾中老 說不重要 你真是離開我 無助可逃 做你的心 不在愛里祈禱 他走了是嗎 老大剛走 偷我照看他的房子 這個點兒了 應該上飛機了吧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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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個笨蛋 哎老大你怎麼回來了 在簽了你東西忘了 什麼東西這麼重要 哎那個 來 蓮寧 你怎麼來了 沈志愁 進去江那天 你到底為什麼拒絕我 都過去了 過不去 今天不把話說清楚 你哪都別想去 我爸說 如果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你就拿不到進去江 他做得出來了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為什麼什麼都不說讓我白白和你白白痛苦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對不起我用了對不起 哈哈哈哈 啊 你總是這麼自作主張 你是不是覺得我是一個特別軟弱的人 我不知道跟你一起扯淡這些 是你說的 是你說 你要重新給我開始 啊 是你說的 你現在 你現在把我的手搞到亂七八糟 你有一種了知了 年年 從現在開始 只要你不讓我走 我哪兒都不去 你可以重新再愛我一次嗎 我會不會 你現在 你每個人都在一起 你且慢 我你不讓我看 你不讓我看 你不讓你 換你 Jacin 是嗎 你不讓我看 我们 干嘛 我们已经发展够快了 其他的 不能太快 什么其他的 我说的是节目 你想什么呢 节目啊 我打算退出完美心动了 可是 只剩下最后两期了 要不然 我们征求一下 顾寒的意见 看能不能把节目 录制完成 放心吧 我已经跟顾寒 说清楚了 不过 接下来我们 还是要低调一点 等舆论的影响 平复过去了 再一点一点公开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低下链了 没关系啊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像做梦一样幸福了 沈志昌 答应我 不管以后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一起面对 好吗 我答应你 不和我 不和我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新改编的曲子 好听 不过燕宁你怎么突然想改曲子了 和你的风格不太一样啊 是吧风格 嗯 我也觉得 是什么给你这么好的灵感啊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们说 我决定退出完美心动了 什么 燕宁我没听错吧 你和沈志舟在一起了 你不是做了爱情清除治疗了吗 不是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爱情清除确实很有效 但从零开始我还是爱上了沈志舟 我想通了 这一次我绝不会再逃避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 沈志舟既然喜欢你 那当初为什么还要拒绝你呢 说来话长 总之 我会退出完美心动 我约金的部分我会全部承担 给公司造成的麻烦 我很抱歉 这样 我约金公司承担一半 我成立远峰娱乐没几年 你和雨昕对我来说 不只是缘孔 也是朋友 除了希望你们能红 我也真心希望你们都能幸福 谢谢风哥 那顾寒怎么办呀 惊喜 是 中心健康城马上就要开盘了 你帮我盯着点 这次我必须要买一套 不管是中心月上 还是中心月朗都行 至于护行的话 嘘 别大叉 小顺便 先过来 不寒 嘘 他们在干嘛 马上大结局了 别说话 什么大结局 表白大结局 嘘 表白 来 严宁 这是我为你定做的项链 代表我对你的真心 所以 你愿意尝试一下 再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吗 对不起 我不能收 没事 你不用有压力 我可以等 我不会放弃的 顾寒 我 找到属于我的爱情了 是沈迟舟吧 你不是说 你和他只是普通朋友吗 我喜欢他十年 也因此受到过一些伤害 我曾经因为他 去做过心理治疗 原本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对他有感觉了 可没想到 再重来一次 我还是爱上他了 我想过去逃避 但我没办法再欺骗自己 我希望我可以勇敢地去面对 所以不管你骂我也好 怨我也好 我全都接受 你一定会拥有一个 真心爱你的人 对不起 喝吗 不喝 怎么 失恋了 心里比咖啡还苦 要不我陪你聊聊 吐槽吐槽爷爷 无聊 你这话要不送给我吧 我接受 小气 怎么了 我想亲你 在这儿 对 过来 过来 亲我一下 快点 快点 让一让啊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在一起啊 下个月就是你演唱会了 至少要等演唱会结束吧 突然有一点紧张 毕竟我第一次开演唱会 自信一点 你一定可以的 来来来来 那你新节目现在谈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啊 真的呀 太好了 你还有心思弹琴 现在网上都在讨论你退出完美心动的事儿 说什么的都有 说呗 正是被黑出神经病了 顾涵 颜宁退出完美心动了 你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 顾涵 这是我跟她共同的决定 我会和她一起退出完美心动 为什么 颜涵CP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你们是觉得彼此不合适 还是因为她之前的绯闻啊 因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和节目有冲突 颜宁也是为了配合我 而且我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接下来我会继续为她应援 希望大家不要过多摔测 这顾涵倒是挺有情有义的 就是眼光不怎么样 对 颜宁 你的东西 谁送的 我没看 颜宁 这条项链是属于你的 我会永远祝福你 以朋友的身份 顾涵 你不想做什么 别担心 这条项链是属于你 哎 风哥 早 要不要听听我新歌啊 我跟你说件事啊 你先不要激动 演唱会出点问题 不能如期举行了 等等 新的节目全都被取消了 是啊 明明谈得好好的 突然就说不合作了 不仅这一家 还有几档之前 有一项合作的节目 都没下完了 我听说 听说什么 听说是伯父放话 说要让你去跟他拍电影 所以大家就都不敢 找咱们合作了 老大 现在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嗯 沈志愚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离开他 跟我拍电影去 三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我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我是不会跟你去拍电影的 至于阎宁 我更不可能放弃他 好 他已经开不了演唱会了 你又做了什么 我说过了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和圈子里的女人在一起 因为你 她迟早会失去所有 她一定会恨你的 不会 严宁 你怎么来了 伯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您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但在我决定和沈志愚在一起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后果的准备 我的梦想不会因为开不了演唱会 或者拿不到金曲奖就彻底终结 你 您威胁不了我们的 因为我永远不会放弃他 爸 我是不会放手的 走吧 年年 嗯 谢谢你 傻瓜 我不是说过吗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 嗯 哎自然一点 为什么 嗯 都拍几张 都拍几张 你爸 就变得特别偏执 从此 不再相信演艺圈里的所有女艺人 没错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艺人 她也同样不会答应 有没有你妈妈的照片啊 给你看一下 好 哇 真的很美 不愧是当年的影后 但是她为什么要离开你爸爸 小胖 宗諾 这么多年了 我也多爱你 你不知道吗 我让你当我电影的女主角 捧你成为影后 你呢 现在我的电影失败了 你转头就攀上 国位的导演 陈锋 不管你如何反对 我都要去 这对于我来讲 是个好机会 好机会 别人都说我将狼才尽了 我以为 至少还有你能支持我 你呢 你只想着自己的好机会 苏诺 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呀 你是我丈夫 我当然会支持你 那你就不要出国 留下来好不好 哪都别去 你看看你这不样子 不就是两部电影失败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 你还要颓废多久 我才不会像你那样 遇到一点问题 就自暴自弃 苏诺 你要走就离婚 离就离 我来 然后我都会认为 你会看看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你会认为 你自己会认为 你会看 那你呢 你恨你妈吗 我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一个在国外 一个忙于工作 我时常自己一个人待着 我感觉 这个世界上 好像没有人在关心我 不过还好 有你的出现 年年 你的出现 让我不再孤独 让我的回忆里 开始充满美好的事情 谢谢你 陪了我这十年 也谢谢你 陪我度过 我最好的十年 陪我 来啦 我跟你说 这次我可没有煮糊 是没有糊 给你盛一碗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船船 你叫什么 船船呀 你小命不是叫船船吗 以后不许叫了 知道多久之前的名字了 还叫 为什么 我偏叫 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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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吗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叫 不许叫了 船船 那你之后 打算怎么办呀 之后 得不越它 手拿了 看镜头 笑一个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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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吃饭 脱单成功 严宁和沈直着关心了 这还是我对严宁第一次 有那么一丝丝佩服 你已经要醒来房子塌了 我的严寒心屁 这历史啊 念宗女嘉宾竟然和节目导演在一起吗 严宁在沈直周家过夜 到时候一起上的班 现在的辨文不是真的吧 到底怎么回事 早就在一起 然后又在手术 怎么了 关机啊 难道等着手机被打爆啊 等一下 转发 好了 关机 我说 对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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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赶紧 我说 不要 给我 我说 我说 这 我说 新专辑也暂时发不了了 没事 只要喜欢音乐 在哪儿都能唱歌 说得没错 严宁 我准备给你开一场特殊的演唱会 严宁 这个就是线上直播演唱会 你可以唱任何你想唱的歌 全世界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 我是歌属严宁 我知道这段时间 对于我和沈志中有很多非议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让我讲讲我们的故事 渴望改变 星星云转轨迹 无聊是你 变成轨道雨顶 贡献给我 脱避不了的结局 却又不知踪你 这一群迷你的流浪痕迹 最后是我化成一明星星 无声无声无息 游荡在银河边际 却忘不到你 怎么才能去摆脱你的引力 让我着迷有热无窒息 若老周期 时空飞行 渴望着流星 在我追踢 怎么才能去低下你的引力 每个微调都完整就离 让谁一切 只听忘记 哪怕自己都想不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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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